抗癌专家这碗汤,竟让他一个月彻底解决胃食道溺流。 基本资料,张小姐,约50岁,教育训练人员。 张小姐的工作是教育训练人员,常常需要飞往东南亚,吃饭的时间也不太固定,再加上长期居住大陆,饮食较油腻,辛辣,时间一长,就出现胃食道溺流的症状。 她找了耳鼻喉科医生,也做过内视镜治疗,一段时间才发现整个食道已被灼伤,导致喉咙完全压掉,没办法继续工作。 后来朋友知道她的状况后,就推荐她用食料改善,并介绍她到我这里来。 在进行生机饮食的期间里面,我教她用昆布加三五片姜片煮成昆布姜水,并拿来当开水盒,因为昆布姜水可以中和胃酸。 张小姐在持续喝了一个多月后,胃食到溺流情形就完全好了。 另外,张小姐因工作关系,每次上课都要面对很多人,压力大造成她常常失眠,需要靠安眠药入睡。 后来我除了让她喝昆布姜汤外,也建议喝可以安神的金针汤,轮流替换,帮助她改善睡眠品质。 如今,她已经不再需要服用安眠药就能入睡,也没有出现任何胃食到溺流,胃痛或是吃不下的症状,声音也不再出现异常。 食疗不仅能治疗癌症,也能解决生活中常见疾病与诸多困扰。 按,此为书斋内容分享,实际病况应寻求专业医师诊治,达到最佳治疗效果,请勿视为主要治疗。 昆布姜汤 昆布姜汤 год 前昆布30克 生姜三至五片 做法 1. 将乾坤布擦拭前径,剪成小段后不需泡水,直接与老姜加水3500cc一起合煮 2. 开大火煮滚后,转小火絮煮15分钟,滤渣取出汤汁,即可饮用 3. 功效,改善胃酸过多,酸性体质,整肠健胃 3. 小丁宁 1. 趁温热时饮用,煮过的昆布则可当三餐座菜食用 2. 尿堵症,起肾,肾功能不全,肾癌,肾结石,痛风,高尿酸血症,甲状腺机能抗进的病患即时 2. 基本资料,张小姐,约50岁,教育训练人员 3. 张小姐的工作是教育训练人员,常常需要飞往东南亚,吃饭的时间也不太固定 3. 再加上长期居住大陆,饮食较油腻,辛辣,时间一长,就出现未食道逆流的症状 4. 他找了耳鼻喉科医生,也做过内视镜治疗,一段时间才发现整个食道已被灼伤,导致喉咙完全哑掉,没办法继续工作 后来朋友知道他的状况后,就推荐他用食料改善,并介绍他到我这里来 在进行生机饮食的期间里面,我教他用昆布加三五片姜片煮成昆布姜水,并拿来当开水盒,因为昆布姜水可以中和胃酸 5. 张小姐在持续喝了一个多月后,胃食到逆流情形就完全好了 另外,张小姐因工作关系,每次上课都要面对很多人,压力大造成他常常失眠,需要靠安眠药入睡 后来我除了让他让他让他喝昆布姜汤外,也建议喝可以安神的金针汤,轮流替换,帮助他改善睡眠品质 如今,他已经不再需要服用安眠药就能入睡,也没有出现任何胃食到逆流,胃痛或是吃不下的症状,声音也不再出现异常 食疗不仅能治疗癌症,也能解决生活中常见疾病与诸多困扰 按此位书斋内容分享,实际病况应寻求专业医师诊治,达到最佳治疗效果,请务视为主要治疗 昆布姜汤 材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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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姜3-5片 做法 1. 将乾坤布擦拭前径,剪成小段后不需泡水,直接与老姜加水3500cc一起合煮 2. 开大火煮滚后,转小火续煮15分钟,滤渣取出汤汁,即可饮用 3. 功效,改善胃酸过多,酸性体质,整肠健胃 4. 小丁宁 1. 趁温热时饮用,煮过的昆布则可当三餐座菜食用 2. 尿毒症,洗肾,肾功能不全,肾癌,肾结石,痛风,高尿酸血症,夹状腺机能抗进的病患即时 3. 尿毒症,洗肥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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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肥�